詞・編曲 初音ミク 葡花馬特愛彼 tö seg 他們都是谁 何時才能不停將 壹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就飘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只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和学观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和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答案却太少 细胞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无调无伤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铁匠的儿子 出来快出来 小树枪出来 啊宝贝 你干什么 我可没做什么不对的事 哎呀你紧张什么呀 我叫你给我讲故事 啊 讲故事 不会吧 真的 从来就没有主动找我讲过故事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啊 宝贝啊 我讲故事的水平 虽然很高 但是 不是还有你爸爸呢吗 让你爸给你讲吧 爸爸出去了 我说呢 这是没人讲的 他找我 不讲 宝贝啊 你就等等他嘛 你爸爸讲故事的水平 虽然不如我 但是也是很高的 你就等等他吧 等他回来跟你讲 哎 对了 他得忘了 你让小乖直接带你去找科学家去 不就行了 我今天就是想听你讲 你讲不讲 不讲我走了 这 哎呦 回电 走小乖 不像是有什么阴谋啊 还是讲吧 啊 宝贝 给你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了 我给你讲 给你讲 宝贝啊 今天我给你讲一讲法拉第 他呢 出生于1791年 是在1867年的时候 是是的 他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化学家 他在化学 电化学 电磁学等领域 都做出过 杰兔的贡献 哎 这不对 我说很像的 你还不信 宝贝 认真听啊 我接着讲 法拉第啊 家境平寒 没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 但是呢 却在众多的科学领域中 做出了惊人的成分 他可以说是刻苦勤奋 探索真理 不计个人名利的典范 对于宝贝 你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讲 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小书家再见 我们去找法拉第了 走快走 我还没讲完呢 哎 这孩子 小心点啊 哎 我这口气 怎么这么像落重天 小乖 对不对 小书签说话的口气 就是很像爸爸 你看 按着爸爸讲故事的程序 让小书签讲 他的口气就特别像了 确实很像呀 小书签老是把爸爸顶着来 这说明 他们是一种类型的人 是 哎 小乖 这是哪啊 铁匠铺 法拉第的家 法拉第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们找他去吧 再等会儿 哎 你看 来吧 爸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迈克尔 拿了什么书啊 马帅夫人的化学对话 哦 你可别弄脏了 还要拿回书店的 放心吧 爸爸 小乖 我有些糊涂了 怎么又是铁匠铺又是书店的 还有这个迈克尔是谁啊 法拉第呢 是这样的 法拉第全名是迈克尔法拉第 他出生的英国萨米郡 纽因顿的一个铁匠家庭 由于家庭条件一般 他13岁就在一家书店当红报和装钉书籍的学徒 哦 明白了 法拉第虽然没能上学 但是他有强烈的求知欲 他挤出一切休息时间贪婪的力度把他装钉的一切书籍都从头读一遍 天哪 法拉第读完书后 还会临摩擦图 工工整整的做读书笔记 并且用一些简单的器皿照着书做实验 他把自己的小阁楼变成了一个小实验室 我们去他的阁楼看看吧 好的 哎 维拉 你怎么来了 啊 我 我来看看你 哦 对 这个时间你已经放学了 哎 真羡慕你啊 没能去上学 嗯 你不是也挺好的吗 看 你做的实验我都不会 对了 实验 维拉你看 我把简放入石蕊溶液里 石蕊溶液就变蓝了 迈克尔 你来一下 把这把刀送到男爵家去 来了 维拉 我回来再给你讲 啊 我先去一下 嘻嘻 呵呵 感觉法拉第很快乐呢 法拉第有理想 心有理想 就会快乐 小乖 你说话还很有哲理 没有了 没有了 只是程序而已 法拉第在书店待了八年 后来 后来在法拉第哥哥的赞助上 1810年2月 学院的助理实验员 自此 法拉第在皇家学院工作了五十余年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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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就是英国皇家学院 法拉第就是在这里面工作啊 是啊 法拉第在这里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 深入研究了数学 物理 化学 变化学 变磁学 还涉足了合金钢 重锅力的研制 在电磁学领域 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在1824年 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 1825年 任皇家学院实验室主任 1833年 成为皇家学院化学教授 他研究的东西可真多啊 是啊 走 我们找法拉第去 太好了 我成功了 哎 维拉 你来得正好 我发现磁电感应了 哈哈 他这是怎么了 疯疯尖尖尖的 他这是兴奋过度了 他用了十年时间 才试验成功了磁电感应 磁电感应 这是什么 是这样的 法拉第认为 电与磁是一对和谐的对称现象 既然电能生磁 他相信磁也能生电 于是经过十年探索 历经多次失败之后 法拉第在1831年8月26日 终于获得了成功 他在一组线圈通电 或者断电的瞬间 旁边的另一组线圈 会获得感生电流 法拉第称之为 福达电感应 这个有用吗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发现 同年的10月17日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间 法拉第完成了 在磁皮与闭合线圈相对运动时 在闭合线圈中激发电流的实验 他称之为 磁电感应 后来他又经过大量实验 终于实现了磁声变的夙愿 磁声变 对 磁声变 法拉第这一实验的成功 宣告了电气时代的到来 法拉第还真是厉害 他还研究过什么 很多的 他在1833年 正是当时所知摩擦电 浮打电 电磁感应电 温差电 和动物电等 五种不同来源的电的同一性 宝贝 宝贝 小树车 我补充两句 法拉第在1834年发现了电解定律 开创了电化学最新的学科领域 他所创造的大量术语沿用至今 法拉第还是电磁场学说的创始人 他在研究光与电磁之间的联系时 曾经试图使光源电流方向通过电解波 同而发现偏振面的变化 但是呢 没有成功 不过法拉第没有气馁 他的执着精神 使他在1845年终于发现了强磁场使偏振光的偏振面 发生旋转的现象 你真是和爸爸一样 说的好多 而是还听不明白 再见 我的话多吗 巴拉第 你就别推辞了 先生 绑架学会会长 非你莫属啊 我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我接受皇家学会希望夹在我身上的荣誉 那么我就不能保证自己的诚实和正直 连意念也保证不了 天呐 法拉第 你真是不可思议啊 法拉第 真是的 让他当 他就当呗 法拉第就是这样的 同样的理由 他还卸决了皇家学院的院长职务 而当英国王室准备授予他爵士称号时 他多次把人解决 想说自己平民出身 不想变成贵族 可是 我真是不理解 他为什么这样啊 当上会长 院长和爵士 也不当搞研究啊 法拉第的好友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 他的好友说 在法拉第眼里 宫廷到夹利和高原上的雷鱼比较起来 算不了什么 皇家的一切器具和落日比较起来也算不了什么 雷鱼和落日这些现象会给法拉第带来一种荒喜 在他这种人的心胸中 世俗的荣华快乐是没有价值的 对 没错 如果一方面可以得到15万英镑的财产 一方面呢 是完全没有报酬的学问 要在这两者之间去选择一种 法拉第会选第二种 没有报酬的学问 这就是这位铁匠的儿子 书店学徒一生的选择 佩服佩服 向法拉第学习 宝贝 你又来了 整天向这个学习 向那个学习 关键是做好自己 哎呀 真受不了你 你点着是爸爸的录音机 说起话来一个味道 走了 我 我真的像落众一天 不会吧 一件事实 除非亲眼目睹 绝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掌握 可是先生 我是在您的书里看到的呀 你必须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真正的实验性 你亲自做一遍这个实验吧 去吧 嗯 好的先生 法拉第也太可可了吧 这可不是科科 科学就要研究 否则就不会出现科学的进步了 哦 法拉第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 他总是首先对自己采取严密的批判态度 法拉第认为科学家要踪踪每一种意见 是要下地踪踪自己的判断 科学家更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不能对某一种假设有偏爱 科学家要不属于任何学派 在学术上不盲从大师 当个科学家好难啊 看来我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的理想了 小乖 我们回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来了 怎么样宝贝 法拉第厉害吧 厉害是厉害 可是他的研究我都不懂啊 啊 是吗 哎 法拉第呢 还说过许多名言呢 这个你肯定能懂吧 是吗 快说说 听着啊 希望你们年轻的一代 也能像蜡烛为人照明那样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忠诚而脚踏实地 为人类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怎么样 够高尚吧 宝贝 你可要争取哦 哎哟 我才多大呀 再来 一旦科学插上幻想的翅膀 他就能赢得胜利 这个好 好吧 我不能说我不珍视这些荣誉 并且呢 我承认它很有价值 不过 我却从来不曾为追求这些荣誉而工作 呃 这个有点深了 给你换一个啊 拼命去争取成功 但不要期望一定会成功 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学习呢 要努力 但是努力不见得就非要成功 非要得个第一什么呢 努力呢 是为了自己的进步与成长 可是我努力学习就是为了拿第一呀 我既然能拿第一又能成长不更好吗 这 也是啊 呃 我们看下一个啊 科学家不应是个人的崇拜者 而应当是事物的崇拜者 真理的探求应是他唯一的目标 怎么样 嗯 嗯 嘿嘿嘿 哎 爱情 这个就算了啊 你不懂的 爱情怎么了 我懂 下手车你快说 快说啊 好好 我说我说啊 这个爱情呢 既是有益的代名词 又是我们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可靠保证 爱情是人生的良半 你和爱人朝夕相处是因为共同的理想 把两颗心紧紧的记在一起 还挺肉麻的 小书车啊 你怎么给宝贝讲这个啊 啊 哎哟 吓我一跳 我 我没想说这个 宝贝呢 非要我讲 宝贝 你怎么回事啊 我这刚出去一会儿 你就研究起爱情来嘛 啊 爸爸 我哪言之爱情啊 小书车给我讲的 是法拉第的名言 法拉第 哦 就是英国那个科学家呀 他怎么还说这种名言呢 科学家也是人呢 他们也有爱情啊 爸爸 你不是整天说你是发明家吗 发明家也是科学家 对吧 你不是和妈妈也有爱情吗 这个 我 是啊 不过 爸爸 你就承认了吧 这有什么呀 别闹了 别闹了 快点作业去 好吧 走 小乖 我发现 我还真的和你挺像啊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您看看 这个阿波罗妞是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您看看 这个阿波罗妞 哈哈 阿波罗妞 干什么你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您看看 这个阿波罗妞 怎么回事啊 别急 别急啊 歇会儿再来 歇会儿再来 爸爸 我越来越晕了 这个阿波罗妞 不会是个木匠吧 这不挺好吗 但是 好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